台北报道 根据国民党立委邱毅他所了解 其实黄新少年至少见过陈水扁两次 其中有一次就是前往扁家 位于在新一计划区的宝来花园广场 还帮扁算过塔罗牌 他还制赠了紫水晶给吴淑珍 其实紫水晶在能量上可以帮助改善人际关系 不过他的价格并不昂贵 顶多几千元 黄新少年胸前的这颗紫水晶 传出扁少手边有一颗一模一样的 立委邱毅指出 黄新少年前往宝来帮前总统陈水扁算塔罗牌时 送了一颗给扁少 到底有什么含义 同样是塔罗牌占卜师的沈隆说 不论是项链还是手环 在能量学上紫水晶传说 有开启智慧稳定情绪以及帮助人际关系 紫色是对应到我们在七个脉轮当中的顶轮 好它代表的智慧 那当然呢如果假如说是紫水晶的饰品 或者是这些宝物的话 摆在家里它也有助于人员 或者是提升你的尊贵的气息 以及稳定你的频率跟磁场 沈隆说通常在跑牌算命后 会依照民众需要补强的部分 建议佩戴水晶来加强 黄新少年赠送紫水晶 能不成是认为扁少需要聚会来度过官司吗 沈隆表示其实一般人很少送紫水晶 因为价格不算贵 平均两千到五千元左右 建于两千块到五千块之间 大概是一个合理的价位 那如果是高于五千块以上的紫水晶 除非它是很大一颗 或者是它的橙色来讲是很透明的 要不然的话一般来讲市面上看到的紫水晶 大概价位都两三千块 不论是紫水晶的作用到底有没有效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这颗紫水晶恐怕是吴淑珍 众多昂贵稀有的珠宝中最便宜的一颗 加上贬家之道被少年耍得团团转之后 恐怕这颗紫水晶再也无法靠近吴淑珍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